主持人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您讲 就是我们的节目开播到现在 有没有一位大厨 来了以后 然后一个菜都没有做 然后就坐飞机回去了 差一点 就是你这个位置我跟你讲 你这个位置真是神奇 上次有一位大厨 苏大厨 他真的没有机会 现场的我们的好吃家族 给了他一个机会 他才后来做了道菜 从此翻身 后来也就走了 好 郭崇 60秒 创意阐述 现在开始 我今天我要做一个 青岛当地海边的一种海藻 叫海丝花 当地人会把它做成一种凉菜 一个凉粉 然后我今天想把它做成甜品 说实话的 我也从来没试过 好不好吃 我等一下才知道 我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做爱琴海的美丽传说 想吃到这个甜品的人 会越来越美丽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郭叔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帅大厨 我也是做一个冰淇淋 我把很多海洋的元素 融进去 这也是一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口味 谢谢 谢谢 我们听一下阿曼达 今天我做的这道甜品呢 会让她一秒钟想起 她最美好的海边度假的回忆 那我给这道甜品 取的一个名字叫 玻璃海的秘密 另外呢 我知道女孩子都会有 爱吃甜又怕胖的担忧 那相信我 我懂你 这道甜品你不需要担心 看来就是不需要担心她 接下来 石英楚 我这次特意准备了一道甜品 名字叫做Q摊朱立椰 然后我商场制作 一个手工的海盐椰子冰淇淋 好的 现在要让我们的子涵 在思维当中选择两位 吃到这个甜品的人 会越来越美丽 哪相信我 我懂你 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口味 海盐椰子冰淇淋 所以你第一位要选择的是 刑大厨 刑大厨 对 有眼光 谢谢 恭喜刑大厨 刑大厨你是凭实力 凭实力抢到单 有眼光 谢谢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就是我听她说那个海盐冰淇淋 我觉得特别有吸引力 对 还有她的名字 叫Q摊 朱立椰 朱立椰 我觉得很棒 这个名字 好的 接下来第二位 第二位我想选 这位老师 Amanda Amanda 恭喜Amanda 为什么呢 她说就是可以不担心 就是发胖的甜品 我觉得特别好 打到你心里了 对 但是这一刻有个人在那边 默默的寂寞的鼓掌 恭喜我下班了 其实我脸上能看到一丝的失落的 郭厨的演技不行 郭厨在那里强颜混淆 在那里假装没事 没有啊 我笑得很自然 没有啊 郭厨今天非得要让你做一道甜点 确实我们的好吃家族呢 他有这个权利 如果三位同时爆灯 并且得到我们特要品鉴观 大家统一一个答案的话 我们会在郭厨和帅厨之间选择一位 我想吃帅大厨的啊 你求我 什么东西 你想吃 你要求我 救救你拍我 紧急通告 紧急通告 特别策划 嗯 今天好吃家族 加上这个好吃品鉴观 现场有两位女性 他们各多了一个位 怎样 所以今天四道甜品 他们都要吃到 好 了解了解 你有这个宣布的权利 导演有决定的权利 导演有决定的权利